在台灣犯罪史上 在所有磨殺整遍人的案例當中 新竹的這一起殺夫案 可以說是次數最多 手法最多 這個太太 她究竟為什麼要想盡辦法 要置她先生於死地呢 包括是製造車禍 包括縱火 甚至她還突發奇想 把眼鏡蛇的毒液 注射到她的先生的體內 甚至前前後後 她一共僱用了六名的殺手 就為了要謀殺親父 她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而這個可憐的先生 她僥倖躲過了前六次 但最後仍然逃不過 整邊人的毒手 全部都是燒的 那個木頭的都燒斷 殘破的烏紙癌 還留著大火燒灼過後的痕跡 二十年前在祖廁裡的那把火 至今仍在玲瓏提的心裡揮之不去 那第三次她是到哪邊睡 是睡這一間嗎 就睡那一間 就睡那一間 她就從這裡 那裡有好像三個還是四個那個 瓦斯桶 然後就從這邊上 這裡上 這也是 廚房在這兒 這就等於是 它搬到哪間房間 火車到哪間房間 誰都沒想到 看似單純的火警意外 一次次都是為了 取走弟弟性命的奪命火 單純的新竹客家鄉村裡 藏著居心 叵測的狠毒陰謀 一場精心佈局的殺人計劃 要從二十年前 土林大橋下的這一句 教師開始說起 而在新竹線的竹林大橋 是往來竹東跟成民的重要橋樑 而橋下的頭前溪沿岸 是許多釣客釣魚的好去處 那時候完全都沒有所謂的 河河河河沿岸 就是一個橋下 然後旁邊有一些石頭 一些河岸 然後很多釣客會去那邊釣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號晚上七點多 家住竹東正的一對父子 正打算到竹林大橋下夜掉 但遠遠的 他們看見橋下有火光 誰在燒東西 那看到火燒一般人 他一定會好奇 過去看是什麼東西 怎麼燒得這樣那麼旺 所以他過去看的時候 在那個火焰的底下 隱藏的是一個 大概像人的一個形狀 夜宴中一個全區的身影 怎麼會是人 這對父子嚇得立刻報警 好不容易火勢熄滅了 但是在烈焰燒灼下 死者的面容早就已經焦黑難辨 他是誰 為什麼會誠實在這裡 每一個問題都是檢警 警者趕快引清的 所以第一個時間 他到底是自焚 還是他殺 我們研判不出來 漆黑的竹林大橋下 靠著一盞探照燈 檢警試圖從現場跟死者身上 找尋蛛絲馬跡 第一眼他們就注意到了 死者的雙腳怪怪的 那時候法醫跟警方現在想說 你被燒成捲曲狀 倒握在地上 那你的腳底又沒有被燒傷了 所以會不會有可能是拿著汽油 淋下去之後自焚 有可能是輕生嗎 但死者若是拿著汽油交淋 附近陰胎會有裝有汽油的容器 趕快找找 你拿汽油桶往自己身上淋 淋完點火旁邊一定會有裝汽油的工具 不管是汽油桶或者是寶特瓶都會有 一定會有容器 可是這個現場是沒有的 連點火的雜火機都沒看到 那他是怎麼引燃的 再加上死者的鞋子也不見蹤影 那一雙乾淨的雙腳 專業小組越開越覺得不太對勁 檢警腦海中閃過一個又一個的問號 死者遭火吞噬的當下 難不成還有其他人在現場嗎 會是誰 警方擴大範圍往外找 果然發現了周邊的石喉上 有著斑斑斜點 竹林大橋底下很多小鵝卵石 那它是分佈在城市處的周圍 有差不多一二十點 那這個血點假設如果是死者的 那它為什麼會流血 是自己制裁然後制焚 那還是被人家打傷 再來被人家中無 那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什麼可能 它在其他的地方就已經受傷了 走到這裡來的時候 血可能剛好流出來 然後走到這裡再制裁 都有可能 一個又一個的疑點 在專案小組的腦中 串成了一張拼圖 難不成是件殺人焚屍案 但是該怎麼證明呢 首先得要確認死者身份 才有機會繼續往下再追 現場的時候因為死者被分散 不是那麼完全 所以在他的口袋裡面找到他的證件 雖然死者身上有他的證件 但並不一定真的是死者 林榮樓樓主動二重仆人會是他嗎 警方趕緊聯繫家屬認識 並且透過媒體公布死者的衣服跟特徵 畢竟要確認身份才能盡快 釐清案情 而同一時間 林榮樓樓的哥哥林榮極 正在為找不到弟弟而苦惱的同時 接到了警方的電話 那時候家裡有就通知說 可能是他了 那時候要日紅跑到派出所去這樣 所以就是林榮樓 他那個手錶是我買給他的 早幾天 後來不知道 他慢幾天就去新竹公正醫院 我還沒有到那裡面去 他就跑著出來 哭哭哭 哭著出來 說的是就是林榮樓 林榮極說阿紅是他的弟媳婦 他跟弟弟林榮樓都是再婚 二十年的婚姻生活 生了兩個女兒 那一天認識時 阿紅的反應讓他印象深刻 轉兩天 我還不敢確定 林榮極說 當時他在驗屍台旁繞了又繞 大聰心裡不願意相信 躺在屍台上的就是他的弟弟 但是阿紅完全沒有靠近 怎麼也有辦法如此篤定 那時候就覺得有一點奇怪 當然遠遠認出就是他先生 也有可能是夫妻情生 從他的穿著 或是身上的哪些特徵 遠遠看到他就認為是他先生 有可能就我偵辦命案的這個經驗 有關粉絲的案件來講 一般死者家屬來認 就算你他敢靠過去看 他也不敢確定 死者就是他的親人 為什麼 第一個 因為燒過的屍體整個碳化 有時候面貌很難去分辨 第二個就是死者家屬的心理 他不希望這個人 真的是我的親友 所以有時候當他不確定 這個人是不是他的家屬的時候 他絕對會說不一定是我 因為他還存有一絲希望 所以在我偵辦粉絲的案件裡面 我是沒有遇過像廖姓婦人一樣 遠遠就能認出說 這是他先生的情況 你如果說整個是碳化的結果 他要做DNA的檢驗 才有辦法知道 DNA一驗確認了死者就是玲瓏樓 儘管阿宏的反應讓專案小組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但是他們心想也許真的是夫妻情深吧 當死者的家屬在現場的時候 你沒有任何機證的話 你絕對沒有辦法去懷疑說 這個死者的太太可能涉案 你只是放在偵查的一個心中的一個點而已 這個疑點專案小組只能先往心裡放 現在最重要的得趕快拼湊出玲瓏樓的死亡拼圖 從交友網絡開始 所有可能招惹死神上門的因素都得查個清楚 那死者自從車禍受傷以後 大部分都是在家 也沒有工作 也沒有跟人家節約 雖然家裡有一些土地 可是好像也不會去賭博 林榕樓 四十六歲 陸軍特種部隊退伍 體格不錯 退伍後 他開計程車跟大貨車維生 幾年前一場嚴重的車禍後 因為傷到了頭 身體健康 每況愈下 不得不放下工作 他幫太太阿弘開了一家小吃店 平時就是太太在經營 只有打烊的時候 他才會去幫忙 後來他在二重埔開小吃店 對 小吃店 他不給我弟弟去 只有晚上打烊的時候 你才來幫忙 林榕樓閒暢無事 就是喝酒 每每總愛喝個幾杯 會是因為愛喝酒 招惹的是非嗎 就是有人找他喝酒 他一定會喝 那整天在家可能就是以酒為伴 他雖然是比較好喝酒那些 但是我那個鄰居其他 都不會受他壞 他不會欺負人啊 所以說什麼 他沒事他也會帶著獵狗出來散步 或幹嘛去打獵 常常因為我們這邊是乳鄉下 還是會有蕭蕭 他看到蕭蕭 常常會打爆不飛 鄰居家人都說 林榕樓儘管貪杯 卻從不鬧事 也從沒聽說他跟誰鬧得不太愉快 不過就在訪查的過程中 情有透露的一件事 就在明蘭發生前的四個月 林榕樓的運勢似乎不太順 要嘛就車禍 要嘛就家裡被放火 要嘛就是被砍 所有能想得到的倒霉事 短短四個月內 都被林榕樓遇上了 林榕樓的外甥莊正登 迴響起那一陣子 每每看到林榕樓 他的身上總是帶著傷 人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但這事情似乎沒有這麼單純 莊正登說案發前一天 他碰巧去找舅舅林榕樓聊天 當時候林榕樓透露了一件事 回想一下 就是奇怪 他不管幹嘛被做任何動作 結果他那時候養了四五條的狗 而且很兇 連我下去都叫著跟什麼一樣 竟然說不管幹嘛的時候 他狗都不叫 所以他說他自己大概心裡 知道是誰 還有這樣給我反應過 他早就有已經發覺不對勁了 這些話言由在耳 沒想到隔天林榕樓就成了 竹林橋下的一具膠屍 所以我會對這個記憶有心的原因 那時候有沒有嚇一跳說怎麼 對啊 我也是嚇一跳 我前一天還跟他好好聊天 在他家門口這樣聊天 第二天就出事情了 原來過去這些雖是纏身 不是運氣不好 而是真的有一個有心人要害他 只是這個有心人是誰呢 林榕樓恐怕他自己也有不祥的預感 他曾經告訴他的朋友 萬一有一天他真的遭遇不測 那他的太太嫌疑最大 為什麼他會懷疑最親密的枕邊人呢 都已經結婚二十年的夫妻之間 究竟有什麼樣的深仇大恨 會想要對方的命呢 這個連戶樹下 這個連戶樹現在養肌這邊 他本來養了 有養肌也有養狗 那這邊有兩個四五條獵狗 那個時候都是林榕樓自己在顧的 所以只要一覺 林榕樓就住在這裡 旁邊而已 他的狗超兇 我下來是叫到後是這樣子 除非認識了 他的狗又很聰明 所以那時候沒有叫 就是很奇怪就對了 沒錯 那什麼原因我也不知道 林榕樓養的狗 平時就關在老家屋宅入口的斜坡旁 養來他們的狗 卻在每一次主人出世時 都沒有廢教 這樣林榕樓心裡慢慢起了疑心 這個林榕樓放在心裡的人 究竟是誰 在查訪到說 他曾經在住院的時候 曾經跟他朋友講說 這個以後如果說他被害 那就是往他太太方向去查 難不成真的是太太阿虹嗎 警方回想了一遍 從認識開始 阿虹的一舉一動確實可疑 但動機呢 竭離二十年的枕邊人 有什麼理由要娶先生這一條命 其實他在車禍之前是滿正常的一個人 滿認真的一個人 所以他其實車禍之後 有影響到水平 有 整個身體都有影響 就不好 不好以後 然後夫妻之間感情就浮目嘛 在外面都買了一間套房還是什麼 他說買了一間小小一間 他生的兩個女兒 還有他自己搬到那邊去住 他也知道大概什麼原因 土地問題啊 他說我的土地就是人家要賣了之後 結果廖日宏得知這個消息之後 他就非常疑惑 他就要叫我弟弟賣掉 然後兩個人搬到別地方去買房子住 他說他那時候父母留下來的 我又沒有做什麼事 那時候因為林隆 我懷疑他太太有什麼不軌還怎樣 所以他那時候好像就是 要把土地過戶給他辭職 結果廖日宏得知這個消息之後 他就非常非常緊張 而且心中有一股氣 他想說第一個 你土地不給我也就算了 你也不給兩個女兒 夫妻感情不墓 再加上三千萬的土地 真的是讓阿虹狠下心的原因嗎 眼前看似柔弱的女子 真的會是殺夫兇手嗎 但問題是林隆隆體格不差 阿虹一間弱女子又有什麼能耐 能對老公痛下獨手 警方立刻鎖定阿虹的通聯 查查看這段時間他都跟誰聯絡 我們調閱這個廖姓婦人的通聯記錄的時候 其中有一通是零秒 可能是沒有打通或打通就掛斷還怎樣 就是零秒 電話的持有人就是平鎮的游泳路 阿虹的手機通聯看不出異常 唯獨這一通零秒的電話 是案發前兩天打到阿虹手機裡的 這一通來自游泳路的電話 警方也特別去追持有人的身分背景 但是也查不知什麼特殊之處 那傳統偵辦刑案方式 當然就是要把死者從他生前到死 就是案發當天他的整個的一個活動經過 你要把他釐清 他跟誰接觸 他到過哪些地方 他做過哪些交通工具 你只要把這整個這個空白鍵填滿 這個案件大概就可以理解 在差不多訪查到一個月的時候 剛好發現死者曾經在我們竹東正的 兩間游女陪室的這所謂的地下酒家 喝過酒就大概是案發那一天 那查訪到這裡 我們當然就很興奮 二十年前警方辦案 靠的是土法煉鋼的人脈茶茶 好不容易有所收穫 警方趕緊到這幾家店去問問 果然問到了 案發當天死者跟一名陌生男子到酒店喝酒 酒店老闆印象深刻 他說那一天玲瓏樓喝醉了 因為身上帶的錢不夠 陌生男子還說要找人送錢過來 他要離開這個地下酒家的時候 去外面拿錢的時候 這個飲食店老闆當然怕他跑掉 你一個外地人來我也不認識你 然後你又把一個爛醉的人丟在我這裡 那到時候你跑掉誰要付錢 所以他有偷偷跟出去 把車號記在他的日理上 可是他就去拿錢完 以後就馬上回來付款了嘛 所以老闆就讓他們兩個走 經過一個月了嘛 我們訪查到這個飲食店的老闆的時候 很可惜他車號已經撕掉 好不容易找到的蛛絲馬跡 難不成要斷在這裡嗎 可是還好他那時候寫的時候 稍微寫了用力一點 隱約中看到三個號碼 那我們就全省的車級資料去調閱 以這個三個號碼去拼湊 他是喜美雙門那種 又是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車又比較少 所以調一調又剛好只有七輛 那其中有一輛讓我們印象非常深刻 可是他的車級是在桃園平鎮的游泳路 又是游泳路 這一匹跟阿虹手機那一通 林苗通聯的地址一模一樣 肯定有問題 警方一查下去屋主說 手機車子的確都是他的 但是一個朋友跟他借走了 卻沒有歸還 雙方還因此鬧上了法院 屋主口中的這一個被通緝的人叫阿宗 警方一筆的確就是他帶走了林榮樓 我們當時的策略就是說 先把他帶到案以後 由他再來突破 警方同時追查阿虹的背景 希望找出點線索 警方發現阿虹跟主動一家修車廠的老闆 許是兄弟關係不錯 而這對兄弟黨平時專門協助警車保養維修 跟專案小組也熟識 也許可以透過這對兄弟 來探探阿虹的口風 因為我們的車輛 很多都在那 他的修車廠去維修 所以他跟我們這個分局的同仁 還滿熟 因為那時候我們當然對這個 廖姓婦人有一些懷疑 可是沒有證據 那我們是需要別人的提供 那剛好姓許的修車廠老闆 他認識廖姓婦人 所以我們拜託他 不然我們看有沒有可以 一些請資可以提供給我們 幫我們特別留意他 那在這過程裡面 他當然答應我們 可是他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訊息 他在這案子裡面 出其表現得非常熱心 果然說車廠老闆 提供了許多關於玲瓏樓的線報 每一個線索 專門小組都不敢輕忽擴大追查 但是越查下去 檢檢的心裡卻覺得怪怪的 明明是要兄弟黨去查阿虹 但是他們的線索 卻總繞著玲瓏樓 而且都是錯的 甚至提供譬如說死者有賭債 讓死者可能喝酒 然後跟人家起衝突等等 那可是我們在清查的過程裡面 發現完全沒有這回事 那再加上去綁查發現 許氏兄弟跟料姓婦人 其實是走得滿近的 這樣專案小組起的疑心 難不成就對兄弟黨也有問題 怕他們有穿供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利用許氏兄弟 故意跟他講說 我們已經把這個料姓婦人的華語 都排除了 實施這個反見 同一時間好消息傳來 檢檢要找的阿宗在高雄落網了 認了阿宗說人就是他殺的 說的過程他交代得清清楚楚 但問題是他跟林農農之間 扒竿子打不著 有什麼理由要殺人 他就直接咬出他 廖志聰 他就說 那就是他支持我犯案的 整個案情就直轉其向 廖志聰出現之前 我們一直認為 這個案子真的很難查很難查 因為幾乎所有的可疑對象 指向他太太 可是幾乎完全沒有證據 是因為突破廖姓主席人的 新綁以後 然後他整個獎 我們才發現整個資料對起來 總共前前後後 涉案總共大概有十個人左右 死者發生那麼多的事故 原來都是他們策劃 被人深深思了 這次的岩子 被人深入協任 全台裡都敵人的 不可防 他們都已經抗得了 被人深入了 被人深入協任